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入夜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十二点三十九分 哈梅尔进入嘉年华 十三点十分 嘉年华内检测到灾厄级禁闭者暴走 同时第一黑环爆发 用你的经历举例 它就是这里的主要 一二零零一原爆点 嘉年华黑环的主人 你们都是来看我跳舞的吗 你们都爱着我对吗 我好开心 我也爱你们 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广场黑环只存在了一周 在你眼前的 可是二十三年前的第一次生黑环 这里的人状态当然会不一样 你们也是来看表演的吗 她是目前已知的最强启迪禁闭者 拥有群魔幻象的能力 绣和的死意都因为她而陷入疯狂 只是最近半个月 这种情况未免太多了些 她很少能这样走出来 如果BR004行动报告是真的 那么要破坏黑环 就得消灭哈梅尔 你们不喜欢哈梅尔吗 为什么不喜欢哈梅尔呢 他们是在欢迎你哦 我们一起玩不好吗 这里太黑太冷了 我们一起去江年华不好吗 别想靠近她 打中了吗 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欺负哈梅尔 为什么不爱哈梅尔 明明还没有这么爱你们 为什么要讨厌哈梅尔 妈妈 妈妈 他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 的确 他原本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在哈梅尔最负盛名的时候 谎罗论坛就流传着 他精神失常的说法 像要证实这一点一样 哈梅尔最后一场演出 在大舞台上愣着站了半个小时 然后晕倒 这之后他消失了两年 直到B2001爆发 才回归公众事业 从受敬追捧的天才舞蹈家 变成了血债累累的魔女 有人说 嘉年华黑环 就是他对笛思成的复仇 怎么样 有点都市狂恶传说的味道吧 我不保证 年代久远 第九机关还没建立呢 但我可以确保 那会是相当棘手的敌人 要击败他的本体 只能进入黑环了 长官 很抱歉 这个女人坚持要跟你对话 她 你到底想干什么 把局长带到哪里去了 别激动 副官小姐 你的局长就在我旁边 放放风 她个精神多了 是吗 那就好 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我立刻来接您回去 我不会让您再被审查了 也绝不会让您落到第九机关手里 确定要这么做吗 这可是你们局长的提案 他要挑战第一黑环破坏的 你不觉得这才是洗情嫌疑的最好方式吗 你们在绣合 局长 您不能去 广场黑环对您的冲击还没有完全消除 您也差点命送其中 而B2001造成的伤亡数 是广场黑环的三十多倍 太危险了 黑环背后的势力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们不会放过一度破坏黑环的人 你能护他到什么时候 要他坐以待毙吗 是你在鼓动他 听我说 局长 第九机关无权强迫您 我已经在操作程序 为您澄清事实 反驳质疑 您不需要冒险做这种事 您不信任我也没有关系 但请不要再让自己陷入险境 可是 你不需要冲击 可是 交代完了 飞去不可吗 保护你是我的任务 这次你枷锁没连着那什么受害者 黑欢也就不会影响我们了吧 到时候进去别乱摸 你跟我想的一样 是个有趣的家伙 这次行动如果能活着回来 你不如调来第九机关吧 他不会离开管理局 他是我们的局长 说得也是 NBCC的家伙们都很可爱 要是死在这里 就太可惜了 说吧 你需要什么 除了人我都可以为你准备 我也得珍惜部下的性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有家伙子 我是有家伙子 是 非常害羞 分开 空间 不— sorry 来 别惦记太多 这可不是能三心二意的任务 专注你的目的吧 我要的自己会找上门 局长 我没有需要你做的事 但确实也有一点点最后的交代 我理解你有苦衷 宽恕你的算计 允许你有所隐瞒 也乐意帮你达成你的目的 作为回报 我只要求一份忠诚 这颗子弹已经锁定了 如果你敢背叛迪斯承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他都能要你的命 如果她们的问题 我一直都能收到 我就是需要你 代表添加 私有的颗子弹